恐怖 脚指甲全变黑 它竟是癌症上升 只能截肢 脚指甲有黑点 要小心恶性黑色素癌 一名50多岁女子 10年前左脚大拇指 指甲有一小块黑点 当时医师认为可能是不小心撞到 引起指甲下出血 没想到黑点逐渐扩大 最后整片指甲都变黑 连指甲前端皮肤都有些微黑色 检查发现竟是恶性黑色素癌 医师表示这种癌症 癌细胞容易扩散 女子的黑色素癌细胞 已经转移到左侧胯下的零发结 最后只能截肢 切除病灶 再配合化疗 杀死体内癌细胞 而恶性黑色素癌耗发原因 包括外伤 黑甲症 或由质转变而来 其中黑甲症致病原因 包括怀孕 停筋 甲状腺 肾上腺等内分泌异常 或使用抗生素等药物 造成指甲出现一条从根部到顶端的垂直黑线 30岁以上才出现黑甲症 或黑线宽度超过0.3公分 色泽深浅不一 都可能是癌症警讯 早期恶性黑色素癌5年存活率高达9成 晚期5年存活率只剩1成5 因此当脚指甲黑点逐渐扩大 应尽速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